早上的7点26分 天气方面带大家来关心 我们现在看到是台北市区的湿景画面 大家可以看到呢 其实现在在这个太阳逐渐升起来之后 尤其正中午的高温 我们甚至可以有机会上看29、30度 今天大多还是维持多晕时期的天气 但在清晨的温度还是比较低 所以我们帮您统整了今天清晨低温 最冷的出现在新竹的关西 只有14.6度 花莲桃园苗栗空旷地区 今天清晨低温则是下探15、16度左右 水性方面来看的话 今天也相较比较少 只有集中在东半部像在花冬 稍微容易会有些飘雨现象 大多西半部地区 还是维持多云时勤的好天气 但是要特别留意的就是空气品质了 今天开始中部还有在高屏 是亮起了橘色灯号 尤其明天也是好天气 所以明天一路从中部开始一路到高屏 一样是亮起了橘灯 敏感族群朋友要特别注意 来看一下这一周上面的天气变化 今明两天受到高压影响 天气状况非常好 白天正中午时间高温是可以来到了30度 要留一日也温差不加大 但是在周末时间会非常明显的开始变天 礼拜六的时间受到冷气团的影响之下 尤其北台湾最低温 有机会下探到12度 而且这波水气比较多 所以是偏比较湿冷天气 中南部朋友也要特别留意 虽然说白天可以看到阳光 但是在清晨晚上 低温也是只有15 14度而已 要留意的是温差非常大 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 以上是这一节气象 再把时间换给家伟